本年三月份,台南市第一名的马拉松赛斯古都马总是去民地的超过万万人来参加 尽管说华东收到合并,但是主办当为台南市政府退却处 将苏克加古都马来专行并行到下期半顶马拉松 那把古都马拉松变成一个全民室共同参与的马拉松推广的一个运动 那这一次是我们主要希望把台南市两场非常有特色 一个是历史最悠久的周围守库马拉松 以及我们沿线古迹赛道非常多的古都马拉松做这样品牌的区隔 一个是专业型的挑战型的马拉松活动 一个是全民共同参与式的马拉松加年华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将古都马拉松赛斯调整的最大考量 这个处的秘书当中用标示 古都马一个国籍别多上官传统的小姐妹的保际上村名 这回专行出销到招马祖增加10公里祖 就是希望说港区路线交通管理的这个困扬 减着要让人的保安到国家的参与安全 像古都马拉松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型的马拉松 那在市区道路交通部分 那对一些仓器也对交通都有一些冲击 那我们是把它定位成 未来是把它希望把它定位成一个城市 马拉松加年华的一个活动 我们把虽然把那个全车马拉松取消 但是我们有增加了10公里祖 那扩大它的参与层面 那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达到2万人 明年开始古都马要专行 帝国储标是说希望九十几月份 我们会好处来参与国都马要报分中 称赞到在地专出奖金 上市的这种的办法在做到并告 南边新闻待一下 大家不猜方不得